最近范冰范也可谓是三喜临门 在他生日当天 李晨向他求婚 隔天又摘得金鸡奖引后桂冠 这对准夫妻连续实力占领头条 然而更让网友羡慕的是范冰手上戴的求婚钻戒 放大来看 这戒指就跟吊灯似的 范冰也时如时 撩头发秀出钻戒 晚上还流传了一个号称是范冰钻戒的视频 只见这枚戒指从中间可以打开 然后又出现一枚 这些明星们也带过各种鸽子弹 比如安德拉贝比杨颖晒过的巨型婚戒 知悉该钻戒相有一颗5.53克拉美钻 以及73颗明亮式切割钻石 估价超过千万 郭晶晶手上这枚三克拉钻戒 来自路西坎贝尔拥有50多年历史 出品的古典钻石在行内九副盛名 王小飞为大S亲手设计的钻戒 众约伍克拉 他两人的名字巧妙地设计在镂空花纹中 不过大S在公开场合佩戴他的几率基本为零 2015年张子怡36岁本命年收入派对时 汪峰浪漫求婚 据悉这枚求婚钻戒中9.15克拉 这枚钻戒价值500万左右 爱云轩今年6月他与富商陈容恋在夏威夷举行婚礼 婚礼上爱云轩手上的10.57克拉哥斯坦则是升华重头戏 克拉数10.57也是取其十分完美我期的寓意 仙娜2011年9月与张姐在香格里拉举办婚礼 星光云集当然最闪耀的还是仙娜无名指的那颗钻戒 三克拉的新型钻戒 梁朝伟曾送给刘嘉玲12克拉钻戒 当年这颗钻戒也是创下华人女明星婚戒最大颗记录 08年他们在不丹举办婚礼 当时梁朝伟拿出12克拉钻戒价值2280万人民币 为刘嘉玲带上了那一颗 一向坚强的刘嘉玲顿时留下幸福的泪水